各位回到簡報27頁之後 我們現在呢 剛剛有玩過模擬器 那你再進體驗版基本上也是很簡單 所以一樣的 體驗版不用注射 點開 就可以進去了 那因為各位已經長大的 體驗版就跟模擬器不一樣 模擬器算是可以模擬的東西相對比較少 畢竟沒有辦法所有東西都用到 那你一進來 它會有一個這個訊息 所以你可以先把它關閉一下 好 那這個模擬器跟我們的那個體驗版跟模擬器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你覺得哪裡不一樣 因為你長大了不用模擬了 所以有沒有發現右上角沒有房子 右上角已經沒有房子了 但是它有多一個功能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好像下載這個 對對對 所以說 如果你覺得 連剛剛這種積木都懶得寫 就點下去 有沒有一些基本的功能就跑出來了 它有幫你把範例準備好 所以你如果需要的就點一下 它就會下載一下 但是注意一下 點左邊 點在這裡 跟點在後面這個加號 結果不一樣 點到這裡 會把你現有的積木覆蓋掉 點在這裡 會把他的範例層次加在你現有的後面 這樣 有點差別 所以剛剛像我們剛剛不是已經有一個LD的層次了嗎 那你如果要把他叫進來你就怎麼樣 點這邊 反正我現在裡面是空的 所以就按一下 他會有一個提示的訊息告訴你說 這樣子 有沒有會取代 負寫這個位置 我就按確定 來 這樣有沒有懶人罰 可以啦 如果你連這幾行 積木都要這麼斤斤計較的話 可以這樣子比較快一點 好那你進來了之後呢 你只要改一下 我現在是用 Smart的開發板 透過WiFi連到哪一個號碼 對不對 再來腳位他設定的可能跟你不一樣嘛 所以我這邊就換成5 有沒有這樣就OK了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 好吧 先 把這個 載入範例積木把它 拿進來試看看 就是第一個 我們剛剛用的載入範例的第一個 LED 那麼就會有他內建的這個程式 就幫你寫好 你只要負責 把他的這些相關的設定 簡單的調整一下 應該就OK了 再提一下 體驗板跟雲端板 還有一部分跟剛剛模擬器不一樣 在左手邊 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邊的類別好像更多一點 我們剛剛在模擬器的話 如果你忘記了 我們看一下 模擬器本身是長這樣 我把它釘起來 很少老師上課這樣比較給你看 右手邊這個是模擬器的 這邊是體驗板的 我們在模擬器的話 它是一開始所有的 原件都直接顯示在這邊 可是因為在體驗板或者是雲端板 它支援了很多 那你就可以看到 發光的裡面就很多 不是這LED燈 對不對 然後輸入輸出 有沒有更多 所以 它幫你做更多元件的分類 這樣看得清楚吧 好這是第1個 第2個 還有一個不一樣的 就是在哪裡 我們的這個 網頁互動區 你看我們在模擬器的話 是不是網頁互動區一打開全部都顯示 就是那些互動的方式都會顯示出來 可是我們在體驗板或雲端板 很抱歉 今天我連燒杯都沒開的話 有沒有注意到下面這裡 完全沒有互動區的積木 我今天燒杯打開了 你用哪一個互動方式 這邊就只有顯示那一個互動方式的積木 是不是不一樣 所以要注意一下 因為它怕你混搖了 所以你今天我如果用到顯示文字 這裡是不是只有顯示文字的積木 我用到的遙控器 這邊就只有遙控器的積木 這個是我們在 使用 這個標準版 就是體驗版的時候 它跟剛剛各位玩的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跟各位說明一下 最後一點就在下面 垃圾桶放進了 放進了一點 倒垃圾不用走那麼遠 就在這邊 我們的模擬器是在右手邊 這樣有了解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試看看 簡報的第 第48頁 遙控器 簡報第48頁遙控器這邊 有看到了嗎 簡報48頁 因為這裡面呢 我就提供什麼 更多的控制方式嘛 其實 遙控器是我用Webduno 蠻喜歡用的一個方式 為什麼 因為它提供了更多可以控制的 按鈕 跟元件 我們剛剛 燈泡是不是很單純 就是一個開關而已 對不對 可是這裡有沒有很多按鈕 你每一個都可以設定不同功能 再來就是 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有沒有一個小小的螢幕可以顯示做互動 你們家的遙控器有螢幕嗎 沒有對不對 所以我們常常會 有一個情形 好像沒有就按一下 就按一下你搞不清楚到底是按對按錯嗎 但是如果一個小螢幕的話 是不是就可以跟我們做一點點互動 這樣OK 好 那 你看到這個之後我現在呢 就把剛剛燈泡就把它丟掉了 來 我們現在要丟的 從這裡喔 因為我們剛剛載入範例的嘛 這個以下的123都要丟掉喔 可以 就是只留燈 對不對 燈的腳位跟這個 是不是正確的 剩下的都不用了 我可以 從這邊 你這樣一丟會連下面的一起丟 好就丟丟丟丟到垃圾桶這樣也可以 好因為我現在用遙控器 所以就改用遙控器這裡囉 記得請你把這個 互動方式要先換成遙控器喔 你才會看到遙控器的積木 對不對 對不對 還有一個 如果你程式在執行的話 請問這裡可不可以切換 不能動喔 對對對所以程式要先停止 那個互動方式才可以切換 好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丟出來 第一顆 第一個積木 遙控器按了什麼東西 我就來做開燈關燈 來我把丟出來 丟在這裡面 當我的遙控器按下去 後面的這些就是我們遙控器上面的 按鈕 但是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顆不是0 請問第一顆是什麼 這個紅色這個開關有沒有 第一顆 他不是0因為0在下面 稍微 留意一下因為不太一樣 好 再來下面的東西就比較沒問題啦 下面這裡 你看還有這種 有沒有拉霸的 也有下面方向鍵還有這一種顏色的 都可以用其實老實講的你們加遙控器 現在大家都很大個吧 請問你最常用哪幾個 開關跟數字而已嗎 有轉台其他的功能你會用到嗎 幾乎用到機會很少啊 除非你還有接其他的裝置 那我現在假設我按下1就開燈 我按下1 那我要開燈我就可以來這邊 開那個發光元件 LED燈 有沒有一個叫 按就是開燈 那關燈也在他參數裡面 所以我這樣丟出來 在這裡 在這裡 開燈 但是我希望更進階一點就是 如果你按了開燈 請問我們 遙控器的螢幕可不可以顯示開燈 這樣比較人性一點嘛 對不對 遙控器 有沒有遙控器螢幕 第二顆 遙控器螢幕要顯示什麼內容 你可以把按的丟出來放在下面 你放上面放下面其實都沒有關係 這樣子 可以 但是顯示什麼內容就有關係囉 因為這個要自己打 所以 自己打 這個在我們 程式員裡面叫做自竄 所以這是程式的基本功能 那你找這個地方 左上角左上角 有沒有一個叫做基本功能 按下去 文字 對 就是他 第二個 是不是有一個讓你自己去打的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丟丟丟丟 丟進來放在 這裡 遙控器螢幕要顯示什麼 這個就要麻煩自己打 你要叫開燈也可以 你要叫 川普 我也不反對 哈哈哈 一樣可以 所以你就來這裡 好 這樣子就有啦 那 請問你 積木可不可以複製 積木可以複製嗎 可以啊 可以啊 所以你點到他 最快的就是Ctrl加C Ctrl加V 那第二種方式 你可以按住滑鼠的右鍵不要放 按住滑鼠右鍵不要放 有沒有一個複製 這樣也可以 有沒有這樣就複製好了 所以如果我按1是開燈 我按2 我就讓它變關燈 就來這裡 有沒有一個按一個off 然後後面你就自己打一下 變關燈 那我們可以再加一個 再複製對不對 你可以再加一個閃爍 我按了第3個 第3個 想要讓它閃爍但是這裡就沒有閃爍了 因為預設是只有 按跟off 所以這個積木不夠用 你可以把它刪掉 我就來這邊 LED燈因為你要控制LED燈嘛 有沒有閃爍在下面 閃爍底下 發光元件LED燈裡面是不是有個閃爍 好丟進來 這裡 像這樣子 那這裡你可以給他 看你要 看你要 OK 所以現在呢 你這樣程式寫好了 你就可以測試看看喔 你可以稍微測試一下 自己先play一下 一樣的 如果你擔心 不確定你的裝置有沒有在線上 閃爍不要客氣 先把他放進去 確認一下你的裝置有沒有在線上 我們跟大家補充說明一下就是我們在這個點擊的地方 跟寫程式一樣 你看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都是點擊對不對 有沒有他預設都是用點擊 可是你點下去有沒有發現 我們按鈕 或者我們在網頁上 其實按鈕事實上有分三種 請問這三種有什麼不一樣 放開我知道你都放得很開啦 所以沒有什麼問題 點擊跟按下差在哪裡 跳啊 所以他都少兩個字啊 點擊叫做按下後放開 他才會執行 按下叫按下不放 按著不放 他才會 符合這個狀態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同一顆按鈕 事實上可以有兩個動作 按下去不放的 比如說按下去 開燈 不要放開燈 放開就關燈 可不可以這樣做 可以啊 一樣可以用 放開就放開啊 所以這裡 一個叫按下一個叫放開 對不對 我按下不放的時候是一個功能 當我按下去放開這個按鈕又是不是變成另外一個功能 這樣 所以 你也可以這樣做 好 那這樣應該各位就比較了解了 那麼有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們等一下就來 加入 簡報後面這一個 49頁 語音朗讀 語音朗讀的部分 這個我用另外一段影片來錄好了 小 是 嗎 是 貓